好,來看一下 因為你拿到了地下室的鑰匙 就會從這裡進去 可以包裝進去 把芦艇爬的來自上 很高一點 可以把芦艇全部拿出來 我會把芦艇劑去 我會把芦艇放進去 就是你把芦艇進去 所以我加了一碗 你怎麼不得來 就是我今天想要去 好,进去到这个地方之后,你要注意三个NPC 第一个是地下这个碗,第二个是左边这个老鼠洞 第三个是这个日记本,然后你第一件是捡起这个碗 然后第二件是打开日记本,它会告诉你这个老鼠洞要放多少个蛋糕的 那最后,它会告诉你CAKE 3G,就是三个蛋糕了,所以你要放三个蛋糕 那么你接下来要回到二楼的厨房 回到二楼的厨房之后要看点这个蛋糕 这个有个盘子的地方 它会告诉你要多少个蛋糕,就放三个 然后现在来回去地下室 因为你取了这个蛋糕之后,你要把它放到地下室 然后有一只老鼠会出现了 然后有一只老鼠会出现了 你要打一百只 你要打一百只 然后优优独播剧场 好 然後你要點這個老鼠 要問他他的名字叫什麼 他叫金妮 他的名字叫金妮 然後在右邊 輸入他的名字 注意名字要大寫 這個不能小血 小血會視為錯誤 好 拿到了照明燈 拿到照明燈 然後使用他 接著他們的攻擊 那麼接下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點擊這些管道上可以點擊的NPC 然后将这个管道进行拼接,使这个机器运作。 进入到游戏模式,这时候要普通攻击,注意一下管道的问题。 好,接通了。 好,这边也接通了。 好,来到一个,来到这里。 那接下来,因为你这个,这个燃气灶的管道已经接通了,所以你要再次回到厨房,把那个燃气灶给打开。 好,来到这里。 好,打开。 好,打开。 那么你三楼的那个钥匙就拿到了 这样子第三天的任务就通关了